各位,現在大家在營光幕上見到紅色的格格 就是宣佈了明天 解放軍會在這些地方做軍事演習 大家想像一下這些紅色的地方 距離台灣有多近 在左下角有個梯形 離開台灣海邊 只有九海里 九海里 即是在十二海里之內 而我們看看北面 有一個離開是十二海里 一個離開是十海里 另外在這個埔中間有一條 藍線 一般叫做台灣和中國之間的 中間線 以往交換軍要做演習 譬如在左邊那個 近著中國 但有一點過了藍色線 已經被人 吵到 勸天要制裁中國 另外我們看到有一個 黑色和紅色的雙 搭著 以往來說 用黑色的那個 這個是 1996年3月做的 軍事演習 看看現在紅色的那個 已經有一半 在所謂的中間線 以外 換句話說 這次台灣 被 解放軍 圍著 來做 軍事演習 大家在 新聞上 知道這件事 有沒有人說 有沒有人說 這個解放軍 侵入台灣的領空 或者領土 完全沒有 沒有聲音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昨晚貝洛西 去了台灣 這件事 中國當然要做出反應 反應就是我們將演習 盡量貼近台灣島 現在 沒有人敢出來 說解放軍 那麼 aggressive 侵略性 貼到那麼近 沒有聲音 我們聽不到 人就說 多數人說 哎呀 解放軍 子老虎 想像一下 兩日前 或者三日前 如果解放軍宣佈 一個這樣的軍事演習 國際反應會是怎樣 還有今天 這個宣佈了的軍事演習之後 國際反應是怎樣 沒有人 指責 解放軍 是 太貼近 台灣島 於是 這個 開了先例之後 以後就容易辦了 以後 那些軍事演習 就會越來越 接近 台灣島 已經沒有了 目前來說 最接近的是 九海里 遲些會變成 八海里 然後 七海里 然後 六海里 慢慢慢慢 切香掌 所以 原來 這完全是有關 Optics 視覺的問題 一些人覺得 昨天 解放軍 這麼 弱的回應 大家不要忘記 昨天 解放軍 有一架 蘇35 飛越台灣 領空 直接飛越島 這個人仍然說 哎呀 他 好什麼 我 有第一次 有第二次 有第三次 換句話說 現在 解放軍將來 在台灣島附近 做軍事演習 只會越來越 近 而 人們就會 不覺 不覺 被人切香腸 切到 就是埋在那裡 原來 這樣叫做 切香腸 初步 請 按 按 按 發 obed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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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